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 以下今天我会介绍给大家一个新的五花果的繁殖方式 那就是扦插 然后扦插的 今天我使用的不是一般的扦插 我们看这边有些咬 我就是留这两个 所以今天我使用的这方法不是一般的扦插 我就是使用沙子去扦插 然后我们知道沙子它本身有很多优点 然后很多人都使用这种方法 可是可能我们会忘记了一段时间 所以今天我会让大家看一下 看我怎么去把这些五花果进行繁殖呢 首先我们会看一下 我这里的前一段时间的水插 我们看这边 今天它已经开始长出一个根在这边 好 我们看这里 有一个根在这里 OK 这样子 在这边 好 现在我们会看一下 这边是昨天的龙眼 假接的红宝石龙眼 OK 我已经把椰子的切掉 好 现在我们就是会看一下这个扦插的结果 看怎么样 我们看到这边 这是我已经扦插的五花果 我们看 现在这些五花果长得很好 好 我们看这些牙都已经长出来了 前一段时间 我有把了一些先移到小的盆子去栽培了 OK 然后我们看这些现在已经长出好多的牙 好 这些的牙长得越来越多 我们看连小小的这些枝条 OK 我们看这里 这样子 这边 我们看好多 这样子 然后我们看这边 虽然是小小的牙 可是已经开始萌发好多小的牙 好 OK 这边 好 我们看 像这几个地方 像这边过几天 我可以把这些牙 接下来的 我就会直接把它 这些移到实地的线上 就上次 上次我就是把这些先 移植到一些小盆子去栽培 可是这次我就会决定把这些 全部都会直接拿到现场去种 其实只要我们等它的牙长大一些 然后根相当的OK的时候 我们就完全都会直接拿去现场去种了 我们看 这边 现在有好多 这个椰子已经张开 这样子 然后这一上面 现在我就不会铺盖起来 我就将 让这些叶子 这些牙的吸收阳光 让它可以光合 所以它可以发挥到最出色的一个优点 所以我已经使用这种沙子来当千叉的胚图 不是一般的胚图 这是完全的吸沙 这是我们该房子 然后粉刷使用的那些吸沙来做 OK 你看好多药 这里 好漂亮 你们看 这些椰子已经张开到很大了 然后那边有好多小的芽点正在萌发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 我们看这些小小 OK 我们看那边 好多好多芽都正在萌发了 然后我们看这里也是一样 或者像这个 OK我们看这里 我在等过两三天 让它根再长大一些 我才把这些移到现场 OK我们看 好多芽已经长得挺高的 然后椰子几乎已经张开了 我们看 好多芽 OK 好多芽 好多芽 OK OK 我们看 这个芽已经长得很高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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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对于这些呢 好 好 我就等它过几天以后 我就会把这些的都拿去实地的现场去种了 OK 我们看好多这边 将这个地方来 OK 这个 好 我们看 现在几乎每个枝条都已经开始萌发芽 然后有些芽已经长得很高 然后这个扦插的做法呢 就是我会 这些都是我争取那些修枝留下来的那些枝条哈 不是好的枝条 而是 而只是那些修枝以后留下来的哈 所以我们都看到有长有短有小 然后有大一点的话 纸巾不同的 OK 我们只是这只是争取而已 所以我们当我们修枝五花果的时候呢 有些 多出来哈 那些我们不要丢掉 我们就留下来 然后可以当做一个哈 鲜叉的这个枝条 这样子哈 我们完全都可以做到 像类似的这些都OK 因为我们看小的枝条 当我们已经 育苗成功 长根蒙发芽以后 直接种在 啊 地上的时候 种在土地上的时候 它又开始长 长 长大 长大的时候它的枝条 还是 还是大了哈 这样子 所以呃我们请不要丢掉哈 我们完全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然后这些枝条呢 最好是我们保持20公分以下的长度 不要留锅长 我们留锅长成功的比率 会越 越小哈 最好是大概从10到20公分长的 可是一般呢 20公分长的 如果是一节节 比较短 我们会分成两段 这样子 就是大概平均每一个枝条大概10到12公分而已 哈 12公分长而已 10到12公分 然后我们切掉 把全部椰子的切掉之后 我们会抛 抛进那个生根基 哈 大概抛5到10分钟 我们再直接拿到千叉 好 经过两个礼拜 会 啊 像这样子 哈 今天我出品呢 先跟大家分享到十位 喜欢的朋友呢 请给我留转 留下评论 登记我频道哦 再见哦